日子11月11日 其實很多人專門選今日註冊結婚 也是挺開心的事情 但市場很多投資者似乎不太開心 因為昨天跌了1050點之後 大市金是有反彈 但反彈力度是很薄弱的 嚴格來說 昨天懸空了裂口 一直放在這裏 都沒有能力進一步向上走 這點真是令到很多持貨者的心就不太舒服 先講講指數 早段高了179點 是19143 其實日中的高位曾經見過19206點 但不肯再向上走 成交金額氣疏 買意不足是主要原因 日中的低位去到19028點 幸好地方沒有跌穿昨天的低位 市是斷定了 收市時間是19137點 微微升了173點 成交金額是524億 先講走勢 經過昨天這樣跌 今個月已經成為先高後低的形態 高位是9日20173點 低位自必然是昨天的18945點 日中的波幅暫時是1228點 但我要跟大家說 一個月的波幅 一般高低位不會黏在一起 即是不會昨天高 今天低或昨天低級高 是會分開的 其實可能更大的波幅點 還在後面 問題就是市有沒有辦法 翻上去咬腰突破 20173點再向上推 甚至乎跌穿50天線 只有兩條路 隨便一條路 老實說 都是難測的 為甚麼 因為歐洲的債務問題 始終還困擾整個市場 希臘債務還在談 現在市場焦點放在意大利上 大家老實都知道 意大利的債務是1.9萬億歐羅 即是說20萬億港元 是天文數字 沒有人可以救得到 既然沒有人救得到 如果有得去爆 老實實 大家會死 事實上來說 我自己覺得 一些看法 是說到最後 都是四四六六 大家討好數 借錢給他 或者持有相關的資產 老實說 就算不是打定輸數 都打定他折頭 會不會剃頭 多數都會 因為他根本上 沒有能力去還錢 但無論如何 千萬不要去違約 或者我沒有得還 這個對整個市場來說 這樣造成殺傷力 可能比幾年前的金融海嘯更加大 大家要搞清楚 金融海嘯是雷曼觸發的 是一些商業機構 一間倒閉 你還有幾間投行 好了 去到最後 美國政府 QE1 推行了1.75萬億的 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救了美國銀行 救了AIG 這都是金融機構 現在我們說的是一個國家 所以大家始終來說 就要分清楚 國家就算你沒有錢還 但他明天意大利不會失蹤 希臘他還在 國民還在 只不過他沒有錢還你 難道你打他嗎 我自己覺得 最好就是大家 四四六六拆定他 借一元還五毫子 還多少都好 傾訴 好像希臘那樣還一半 可能他覺得一半也嫌多 最好還少些更對 根本上就沒有錢還 好了 債務如果持續升溫 就會令到一些資金入市態度 是比較保守的 今天很可能一些避險情緒 就輕輕拉高了 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基金現在還拿著很多錢 可能手上拿著股份 都不是很多 如果昨天的市場 不是跌一千 或者升五百的話 基金更加要撲貨 因為市場一路升上去的時間 到最後 到最後他會跑輸大市 他就很難交代 迫都迫要買貨 但現在的市場跌下來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可以輸一口氣 簡單來說 如果基金現在還在虧視25% 如果市場跌一千點之後 相對今年的高位 可能也跌了25% 他就沒有跑輸了 市場又不見到25% 我基金也都輸了25% 只是跟大市同步感解而已 他多容易落台 如果跌回後 走上去21,500 那情況就很難交 即市場跌了10% 你不見到25% 你會追到15% 麻煩你 淋淋計 但沒辦法 萬種行程都歸於市 跌了就是跌了 剛才我講到 其實星期三到星期四 早上的大幅度低到923點 是位留了一個很大型的下降裂口 這個下降裂口有768點 裂口的底部其實是19,199 今天補了少許 補到19,206點 但還有700多點裂口未補 一人不補這個裂口 老實實 整個大市 大家都不要抱著太大的憧憬 事實上 唯一要講的是 市場雖然跌穿了10天線 但暫時來說 都是咬著20天線 可能現在這一刻都微微穿了 最重要都是50天線 不跌穿50天線 問題是有的 不過不是大得那麼緊 但當指數跌穿50天線 情況便有別 第一 整個短暫的反彈 可能已經是高一段落都不頂 第二 在先高後低的情況下 指數會繼續向下穩低位 從而擴大這個月的波幅 而第三 上面既然有一個小箱頂擺著 即是20272和20173 這是日後有待會補 但未補這個裂口之前 先要補下下降裂口 昨天遺落下來的下降裂口 這個裂口差不多幾點 是咬著高台的 要補要很大的動力 即是認為我買完之後 市場可以上到21000 21000甚至22000 你才會掃上去 不是你不會掃的 你不跟16000那下數上來 市場由22808點 跌到16170點 跌了足足6000點 老老實實 反彈 反彈就反彈不到 都是輸到15000點 最多大把人是這樣想的 但現在不同 市場已經由低位反彈了4102點 可以的 就繼續向上推 不可以的 大家便繞在雙手看 現在正正是這樣的環境 我自己覺得 都要看歐洲那邊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那邊決定了資金入市的態度 而資金入市的態度 就決定了股市的升和跌 任何的反彈 暫時來說都是技術上的 和一些小型的反彈 講到這裏不講了 我要分案開講座 因為今天沒有卵商 我要早些到的 明天就要飛成都去看玉江這間公司 看完之後下星期 如果有什麼情況 再跟大家說 好嗎 下星期一就和你們聊天